其實剛剛稍微講一下 那等一下配合照片講的比較清楚一點 對 那首先我想要先講的是 剛剛有一位說他是在場可能連資 欸 資歷最淺 那我可能比較淺 我出發的時候是19歲 所以我今年是20歲 對 然後我原本是讀大學的時候 原本讀福人心理 福人大學心理系 那我之後因為有一些想做事情 所以我今天休學 離開學校 那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其實它有很多的意外 意外點來自於 老樣子就是我想要在休學校 當兵前那段空檔去做一件 可以讓自己約職的回味的事情 但是 最後預估大概40天 預估40天要還完整島然後回來 但是呢 最後就是到了 我到台南大概10天 那我到了嘉義這個地方 我原本以為嘉義它是一個 它應該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 就是它應該是只有火雞肉飯 然後可能咖啡當塊酥 他嘉義的 他嘉義的 抱歉 還有殺鍋 我原本以為嘉義它是一個 不會給我太多印象的地方 所以我嘉義原本預設好 我今天兩天就可以走了 那結果我在嘉義的時候 很特別的是 在嘉義遇到了一間 背包客棧 那一間背包客棧 很棒 叫碰碰觸摸摸 那在那裡以後 我一住 我就住了兩個禮拜 然後我就這樣 帶在嘉義裡面 然後每天跟嘉義 每天在那間生活 然後他們這樣吸引我 原因是在於說 它有 呃 它也很特別 它是一個跟在地非常結合的地方 就是你一進去 它就是一個榻榻米 然後榻榻米上全部都是人 但是那些人 並不是所謂的 國外的旅客 或是觀光客 背包客都不是 他們都是在嘉義生活的那些人 有可能 找山車的啦 然後有農夫 然後有吉他手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是 它有一個三洋鬍鬚 然後綁馬尾 然後看起來很老 然後就坐在那個角落變麻繩 然後就 沒有啦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是 真的很像三頂洞 可以了嗎 真的很像三頂洞 它真的很像 它真的很像 有辦法幫我看一下 謝謝我們 已經集中了 好 沒有 又過了 又沒了 好 那你再一次 好 我再回來 就是 對 剛剛講到 在嘉義那個地方 因為我遇到那間 背包客棧 然後我去 剛剛講的山頂洞很特別 就是它是一個編麻繩 然後那個人不講話 你就覺得 欸 這個很妙 就是它 就像一個智者 然後一個智者 坐在那邊編麻繩 然後這個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智者 其實它好色 它只是不跟男生講話而已 就是會有這麼有趣的東西 會在那個背包客棧發生 所以我在那個地方 其實被嘉義這個地方的那些人 吸引得很重 那他們會帶我去認識 例如說我對咖啡有興趣 所以他們帶我去咖啡店 然後我就在咖啡店裡面 擺我那個箱子 然後例如說 他們帶我去認識酒吧人 然後我就在酒吧裡面擺我箱子 所以在各個場合 我都可以去擺那個箱子 所以這其實一點就在於 我發現嘉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我在嘉義就大概兩個禮拜 那也就是從嘉義那點開始以後 我發現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我的旅程已經全部被打亂了 嘉義離開之後 其實我旅行已經過了25天 那我環島總共預計40天 所以我已經確定就是 沒辦法預計 預計順利的把我的旅行結束 好 好這樣可以跟大家講比較清楚一點 那首先我稍微先講一下 一開始就是我會進行這樣旅行的原因 那一開始是因為我 本身我很喜歡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那我一直覺得 人跟人之間的距離其實看起來很近 但是其實卻很遙遠 所以呢我想說 我想要透過一個最簡單最純粹的方式 去拉近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那我想到就是 第一個就是用這樣子箱子的概念 那第二個是因為 我本身很喜歡去跑咖啡店 那我之後也自問自己說 為什麼我很喜歡跑咖啡店這件事情 那我發現 我是為了他的裝潢嗎 為了他的設計嗎 還是為了他的咖啡 我覺得都不是 甚至在以前我是不喝咖啡的 所以我之後去了 偶然間去了一間咖啡店以後 我發現 欸 這間咖啡店很吸引我 那吸引我原因是因為 裡面的吧台 一男一女兩個哥哥姐姐 他們非常的活潑 他們在吧台裡面打打鬧鬧 就是完全無視於客人的存在 然後就覺得 好吵 這不是一間典型的 一間咖啡店 該有的印象 但是我發現 我一萬很喜歡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之後就是 繼續去呆 繼續去呆 就是他們以後才發現就是 因為他們是老闆的朋友 而不是親愛的員工 所以他們有絕對的自由 跟他們的就是 可以保有自己的自由去玩 然後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就發現 欸原來我喜歡這種感覺 就是跟今天很親近的這種感覺 不是那種姿勢 就是歡迎光臨 謝謝 這樣子的感覺 好所以這第二件 那第三件是 我在大學的時候 偶然間就是去一間小巷的咖啡店 那我接觸到了 我以前不喝黑咖啡 拿鐵也很勉強 但是那間咖啡店 老闆就跟我講說 你今天來 你一定要喝我們的單品咖啡 然後我就說 欸可是我覺得 那東西又苦又澀了 我覺得沒什麼興趣 但是老闆就跟我講一句話 就跟我說 那是因為你沒有喝過 好喝的單品咖啡 然後我一聽就 然後我就決定好 那我就試試看 然後我就開始喝 結果喝的時候我發現 當老闆 我在邊喝老闆就滿有介紹 結果我發現 哇我愛上咖啡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 好博大的精神 還有學問的東西 那個衝擊感強烈到 甚至是 好我之後我就決定好 我接下來 以後要做跟咖啡有關的東西 對 所以這是三個 三件事情 這三件是促使我 就是休學 然後離開 然後離開大學生活 然後去用了這樣子的箱子 跟一個牌子 還有用咖啡的方式去環島 對 這是一個開頭 那想要講一下的是 這段旅行其實 因為歷經了差不多 七個月的時間 所以已經遇到很多 那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那個 車子 先給大家看一下箱子好了 就是箱子大概長這個樣子 就是那個箱子 裡面裝的東西 它裡面裝的就是瓦斯爐 然後咖啡器材 然後六罐咖啡豆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雜七雜八的東西 那一開始我還做一個就是 非常天馬形狂的構想 就我想在上面加兩張椅子 但是 就是大家一看出來 就是一個非常不可行的東西 所以我決定好 那大家都做草皮 那我們就不要椅子這個東西 所以椅子之後就沒了 那可以看一下 剛出發的時候 車子大概是長這樣子 對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像貨載車 旁邊是我的吉他 那上面這包是我生三包 那這就是我的箱子 那前面這塊牌子 其實在當時我出發的時候 甚至是我還沒有去寫 我還沒有想好我主題要叫什麼 對 因為我在出發前 我買了兩塊這個牌子 那第一塊呢 我試著想要去寫一些東西 但是我發現是太醜了 就是 所以我就放棄 所以我決定那我就帶著牌子 然後如果在路上遇到 遇到可能比較厲害 比較會寫字的人 就是請他幫忙做點事情 好 所以我就帶著這樣子的東西出發 然後沿路 沿路其實 遇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跟很多不同的故事 那我覺得比較可以提的是 關於箱子這個東西它的轉變 就第一其實 我原本剛開始都是用一對一的方式 也就是說我今天到了哪個地方 我今天假設好 我今天看到你 我覺得你很有趣 我想認識你 所以我跟你講說 你可以跟我交換故事 我用咖啡跟你交換的故事 然後我們可能就會兩個人 就開始對坐 我們這樣就坐在對面 然後開始去講故事 對 會像是這個樣子 就像是我一開始說 在台中以前 我都是用一對一的方式 對 那一對一的方式 其實很特別的是 你可以聽到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因為 你把所有的時間都給那個人 他愛講多久都講多久 那我想要舉一個例子 就是 這個人就是我剛剛說 第一個我遇到跟我講 超過十個小時的人 然後說 你這個人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第一這個人 他其實他才24歲而已 是很年輕 是年輕人 但是 當我聽完的時候 其實會很 confused 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怎麼有辦法 可以講自己的人生 講到十個小時這麼長 而且最厲害的東西 是他不是 他不是講那些 可能老人家一些 就是老生常常 或者是說教 他是 他講的東西是很精彩的 很精彩的 很吸引人 所以我就很好奇 所以呢 這十個小時 這十個小時很妙的東西 是我們到了最後 我們開始吵架 我們從下午三點到凌晨一點 然後我們昨天七點之後 我們還去吃飯 就是邊吃飯邊繼續 然後到了十一點以後 發生一些問題 就是 我們剛才吵架 因為我覺得 他那天 他那時候問我一個問題 他跟我說 欸我可以 我講了那麼多 那總該換我 替你講的故事了吧 我就想說 喔好啊 既然你都講那麼多 那我理所當然就是要分享 跟你們的故事 但是不對 我當作念頭一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 欸有問題 就是我並不想跟他講我的故事 但是我那時候 並不確定為什麼 所以我做一個實驗 當他在講的時候 我就開始 開始惶神 例如說 我沒有人在對錯 就是我可能就是看你 就是指示你 但是我開始做一個實驗說 我可能開始去看旁邊 開始去滑手機 然後開始去 在我的 他講的東西上 加很多我自己的主觀的意思 跟評判 就過一個小時後 我發現 他剛剛那一小時講了什麼 我發現我完全沒有聽進去 對 然後這件事情其實驗證的東西 是因為我覺得 我發現他其實不懂聆聽 也就是說 基本上我剛剛講的東西 他只是想要把他的意見 跟他的價值觀 強加在我上面而已 所以我才會 下意識的 會去拒絕要跟他講故事 那時候我就起身子了 我就跟他講 我就跟他講的很白 跟他說 其實你剛剛講那麼多 我完全沒有聽你講的東西 結果他就暴怒 他突然 他突然整個眼神就這樣沉下來 然後他還把那個 嘴角尾巴都露到進去 超高的那樣子 對 然後我就想說慘了慘了 但是我只好說出來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跟我說 假設我今天身旁 有把吉他 會把你的頭打爆 然後就走了 然後還好我今天沒有帶吉他出門 這樣 對 所以其實 第一就是十個小件事情 讓我驚訝到兩件 兩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是關於靈聽這件事情 關於靈聽的重要性 對 靈聽的重要性就是 到底靈聽跟講兩個中間 到底要如何去取得一個平衡 那關於一個講者 他需要的靈聽的成分 到底是多少 他其實有很多面向可以去談 那究竟時間不夠 先不要講這個 那另外一點就是 十個小時我讓我去 第一次意識到 原來 原來我們 原來我平常太少去感知這個世界 原來這世界有什麼多可以知道 我們去感知 這麼多細節 可以去讓我們去發現 然後去成為生命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從遇到他開始以後 開始有個意識就是 好我現在開始要為我自己的人生寫故事 我要去認真的去經驗 去探索世界上 每一個給我的訊息 對 就是這個十個小時 這個人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好 那這是在嘉義嘛 那之後可能到台中 台中也很有趣 台中一開始 我開始想要嘗試在公共場合擺 但是我辦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敢 很簡單 因為公共場合 你要必須承受那麼多人的目光 其實那是一件 那是一件需要克服的事情 那所以我折衷了 好我今天 我今天說服自己說 好我擺公共場合 但是我擺在一個市場裡面 就像你們今天看到張照片 這在台灣的市場叫重信市場 它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那先不要介紹 那總之這三天 我就自欺自人了 在這個公共場合擺了三天 我說服自己 我現在在公共場合 我克服了我的恐懼 但是三天來這個市場 一個人都沒有經過我的箱子 就是這樣 所以一直到這時候 我才第一次承認一件事情 就是我承認自己 其實那時候 並沒有足夠的勇氣可以去面對大眾的目光 所以我選了一個折衷的方式就是 我找了 我一樓找一個朋友 然後陪我一起去擺 然後那就是在第一天的時候 我們就擺在這個地方 對 就是台中的市民廣場 那這也可以說是箱子 現在這個模式的開頭 就是在這一天 所以這天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那一天我們從下午五點到凌晨五點 然後沿路就一直不斷有陌生人加入我們 加入我們 然後開始去分享地車故事 對 從那一天以後我才開始意識到 原來箱子可以 它的可能性這麼大 它可以變成是一個團體的一個東西 然後真的可以是 透過這東西去拉近人個人之間的距離 一直到台中我才意識到這件事情 對 然後之後呢 台中其實就這樣繞一繞 那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人 例如說 這個阿伯 這阿伯很鬧 先不要講阿伯 阿伯真的很鬧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阿姨 阿姨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我在台中生活了二十幾年 但是 為什麼我第一次才看到這個東西呢 所以我聽完這句話我突然想到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開始想說 好 那我覺得這箱子好像有它存在的價值在 所以我想要就是去認真去看待它 以前我是很隨興的 一個禮拜可能就一兩天了 我想擺出去 但是自從台中這件事情過後 我開始 OK 就是我開始會發 我開始去想說這東西 可能它可以是一個去發展 因為它是一個可以幫助人 然後透過別人回饋我發現 這東西其實很棒 很多人在這裡可能他找到自己 他更認識自己 再去感受到人間的溫暖 對 然後也在那邊感到快樂的更遠 對 所以我從台中以後就開始繼續去 去發展 然後去做更多的 更多 更勤勞 然後更常去做這件事情 對啊 那現在就是 我現在都在 平常都在華山 那最後一張照片就 給大家看一下 說出好多香水的故事 喔喔 阿對 其實很多故事可以講 就是好香水 華山 然後我現在就在華山 那華山可能每天都是不同人會進來 所以其實大家有興趣可以來分享 今天應該到天亮 今天應該到天亮 對 好 那我講到香水的故事好了 就是因為身為一個流浪漢 其實你沒有很長的機會可以洗澡 所以 香水是必要的 所以是真的是這樣嗎 對 真的 就是因為 像我有時候會睡朝下 然後有時候會睡路邊都可以 因為其實就是流浪漢 就不用想那麼多 所以我說你衣服味要保持整潔 就必須要噴多香水 好啦 這樣可以解答好不好 好啦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